在科罗拉多的里昂 即使是天气情好的时候 邦尼法奥也会去查看它的雨量计 我觉得这很令人兴奋 经过长时间的积累 我们所采集的数据能够记录气象的变化 法奥每天都采集数据 已经坚持了15年 两年前 创历史记录的风暴和洪水来临的时候 他正在查看记录 开始发大水的那个夜晚 当天大概有三又四分之三英寸的雨水 落进我的院子 今天是下雪的日子 我需要融化这些雪水 看看成分是什么 他会把这些数据传上互联网 与气象学家分享 他们最想让我报告两样东西 降雪的含水量大概是4% 还有新的降雪是十分之三 在网上 法奥位于科罗拉多州的站点 是全国几千个后院天气观察员 所标出的站点之一 网上还有合作网 这个社区天气观察网络的教学视频 视频描述到合作网 雨雪冰暴社会合作网 由同您一样的几千名志愿者参加 及时勘测和测量雨雪信息 负责协调两个郡200名志愿者的气象专家 马特·凯尔什 是合作网的倡导人之一 人们可以获得大量关于降雨和降雪的信息 这样既有利于我所在的气象学界 同时也有利于水文专家和水资源管理者 为什么需要当地测量数据 凯尔什以雪为例说 在同一地可能降雪在一侧下了两英尺 而另一侧却踪迹全无 凯尔什说 在两个郡的地界上 共有四个国家级气象局的观测站 但是因为它们之间相距太远 不足以反映当地天气的多样性 在一个典型的雨天或雪天 我们会从这个网站上 得到来自这两个郡的超过一百份报告 诺兰·戴斯肯说 卫星和雷达并不能提供 精确详细的地面数据 他说气象学一直在向前发展 这部分归功于合作网 我们可以更好地将空间卫星 和远程发射器所反映的情况 与我们的站点 城镇 郡 或州实际发生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 由于超过二万名志愿者的积极努力 合作网如今已经挤身为 美国最大的每日降水量观测数据站 但是戴斯肯说 未来仍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即使在全国每一平方英里上 都有一位我们的志愿者在观测 那也不为多 为了获得更多的气象信息 合作网现在已经在加拿大的大多数省份 波多黎各和美属维尔金群岛拥有了站点 美国之音记者施伦德 科罗拉多报道 由杨城播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